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对对方灯亮了之后那个你还没有过去对方已经开始起步了吗 他肯定要让别人 现在就做的主要是要先安全 430米后在红绿灯路口向右前方行驶 进入川桥 前方300米 有限速拍照 限速70 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向右前方行驶 进入川桥路 请走右侧两车道 前方300米 前方300米 向右前方行驶 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左转 进入金颗路 请走最左侧车道 准备向左变换车道 自我转 即将在红绿灯路口直行 请走中间两车道 准备向右变换车道 直行 520米后在红绿灯路口向右转 进入新金桥路 请走最右侧车道 520米后在红绿灯路口向右转道 准备向右变换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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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向右变换车道 准备向右变换车道 准备向右变换车道 准备向左变换车道 接近360度的姿态展示 它怎么去判断这个车的车头和车道 通过视觉去识别呢 还是行进轨迹 整个的这个杆子呢 是做的一个前红组 然后它会融合你的好很多雷达 然后资光雷达 还有摄像坡的数据一起去判断这个车辆 然后它有一个车道 它不只单红 单红是这个车 创出来的车道 1公里后 在红绿灯路口左转 进入新金桥路 请走 它会有很多这种场面 你看它现在就是想避这个车 但对面又来车了 所以它就会减速 撇回去吧 对 然后因为旁边也有车嘛 对 然后所以它会撇回去 这条路真的是 这条路现在还是挺苦难的 对于你的实时的动态 要求还是挺高的 好 我都以为要失败了 没有 它会过去的 只是会慢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就自己开车也会撒得比较 也会小心一点 对 对 我真的以为刚才都要失败了 就是它现在是会过去的 就是两个 这种场景 因为经常我们要处理 要去找相应的比较难的场面去搞 好 还是大哥心脏大 包括刚才那个过那个路口的时候 有一个左转车穿出来 我那时候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都 就接管了 对 就它是能处理得了的 可能已经大哥已经很熟悉这个车 很信任它 因为平常也知道大概哪有场景都能处理得了 因为平常也知道大概哪有场景都能处理得了 站到了自行车 往左啊 对 它会进行逆达 太强了 就是刚才我给你讲的那个功能 我靠这么一想 我真觉得 特斯拉没有什么牛逼的